速食店外的無障礙播到 提供給輪椅組使用 但是台南有民眾卻拍下一張照片 這樣的無障礙播到 左右兩端店家都用交通錐擋住 同樣的畫面也出現在地圖網站 無障礙反而有障礙 照片被PO到了美國知名論壇 被網友批評 寧可讓十個殘葬人士被迫上道路 也不願讓一個無辜的機車騎士上斜播 成了知名論壇討論的第三名 更被批評這是生長地獄 不只無障礙播到 為了阻擋機車用交通錐擋住 台南中山南路旁的公車站 也被發現對輪椅族一點都不友善 公車站兩旁各三根的防撞桿 乍看是保護公車站 但是這個縫隙空間 民眾質疑輪椅族過得去嗎 六根防撞桿 直接樹立在人行道的正中央 其中一根亦已經被撞斷 一些安全的設施 視覺上讓機車絕對有障礙 所以減少機車違規穿越的機會 主管機關表示 這個車站每天搭車大約有500人次 設計防撞桿 後側留了90到120公分的空間 讓輪椅族可以繞行 只不過得繞來繞去 機車違規衝上人行道的狀況頻頻發生 主管機關和業者想盡辦法要阻擋 結果反而讓最需要幫助的輪椅族 可能得冒險出入 該怎樣改進可得更加周全 再次架絕對 再次架絕對 再次架絕對